我对你说什么话我也不知道 怎么今天医院里说的 他用医师提到发款单来 这个事不是怎么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反正这个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从贤师傅的表情上不难看出 这次交谈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事后我们才了解到 原来老贤接到了一位病人家属的投诉 这也让我们感到很意外 毕竟贤师傅在工作上一直认真细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通过向他所附属的家政公司打听 我们才知道投诉的原委 原来之前一位病人家属来病房探望时 发现自己外公的手 被护工用一根绷带固定在了床上 看到这样一幕 家属自然觉得难以接受 他们觉得贤师傅为了让工作轻松 没能尽心尽力地去照顾老人 因为体冷嘛 他这个裤子都会把小臂垮掉 垮掉裤子就会垮掉 而且他这个小臂特别多 几天的拍摄过程中 我们的确也看到 贤师傅的这种做法 在其他护工中间也并不少进 用绷带将老人固定住 在医院里被称为是防护性固定 有的老人白天坐着 手很容易触碰身上的医疗装备 或者在睡觉时脚会不自觉地跨越护栏 一个护工每天要同时照看四个以上的病人 他们生怕一不注意 老人会伤到自己 因此都会用绷带局部固定住老人 我也是为他好 但是他如果不犯毛病 我不会帮他的 我说他替这么人 不注意这个裤子睡着了 就给他拨 他就有点好像一时不累结 是你开开手的 他们这么大力气 你对他手绑起来 他连过吧 通过院方的多次调解 贤师傅觉得 或许自己也应该尝试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这位家属的感受 思索再三 他终于决定亲自打电话 向家属进行解释 其实 那个家属也并不是存心和贤师傅过不去 接到贤师傅的电话后 他也体谅到 护工是为了他外公的安全着想 况且 家人还要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既然贤师傅愿意在方法上改进 家属也自然体谅了 对于家属意见比较大的绷带 贤师傅这阵子 一直在琢磨改进的方案 这天 他选择了一根宽度和韧度 都更好的腰部安全绷带 带到了病房 老杨啊 我用这个点子撕开个 这个舒服 好吧 这个舒服吧 舒服啊 舒服不舒服 就像这样 埋好了 早上摸着黑出门 晚上回家 依然是这条路 七点过后 夫妻俩才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回到家里 虽然只有自己和贤师傅两个人 但这一天当中 唯一一个能在家安安心心吃饭的机会 周阿姨免不了亲自下厨 早上去的时候嘛 天 现在夏天还好一点 冬天嘛 都是黑得来黑得去 夏天嘛 还有太阳 冬天天转嘛 像往常一样 闲师傅帮周阿姨做好洗菜等一些准备工作后 就在房间内上网看报 享受着一天当中难得的悠闲时光 这是闲师傅在上海租的房子 位于上海西侧外环外 医室户的小间 地方虽然不大 但好在离医院非常近 这个房子已经做十五年时间了 这地方比较快劲比较好一地吧 就是不想那么拥挤一地 我们学姐可以成熟吧 为例是四倍 学姐涨了 又涨了五十 就是四倍哦 收入在那边就加牛一地就算了 可能每天晚上回来要烧点菜 学姐我们就是收的总结十七度一地 每个人 每就是每月十七度一地吧 十七两百度一地 我认为还可以吧 不过怎么样比较农村总的又好 半个小时不到周阿姨就做好了饭 两个人的晚餐简单却实惠 回来早的时候嘛 就烧的混了比较时间长一点 早就的时候嘛就烧的树的 先生师傅你喜欢吃哪些菜 我们家的都喜欢吃荒菜 吃到早嘛就出去转转 看人家跳跳舞啊什么的 附近的广场 人家去唱乖的嘛 又跳舞的嘛 直接天天的年转 周阿姨几乎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老人身上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久 她也把医院当家一样 虽然辛苦 但和老人们积累了很多感情 也渐渐适应了护工的生活 虽然对儿子一家 周阿姨满怀愧疚之情 但她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 让他们自己解决带孙女的事情 怎么说呢 毕竟我们觉得 已经该就是七百年时间了 跟这个病人 或者家属都有感情的 像我爹的这个病人 打比方 已经都 就是我什么时候讲的 他现在还是 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爹 所以说 跟家属也好 病人也好 这样都有感情的 无老婆那比他也是 他就是死不得这份工作 结束一句话就是 我们觉得这个受了也是可以的 贤家军夫妇的一天 开始得比大多数人都早 因为老人们大多有早起的习惯 协助老人排便 漱口 洗脸 漱头 是他们忙碌的开始 入住的乌手 不放在乌手里 estamos在乌手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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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